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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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現在時間10點20 我們都走這種很輕鬆自在的行程 就可以睡飽一點 再帶他們出去走走 悠閒一點 然後我們今天的行程是要去動物園 去神戶 神戶就是一個很漂亮很幼齋的很chill的海邊鄉下 這裡很多都是佛親子的行程 我們從梅田做到了神戶 買一個動物園的套票 我們要去動物園了 四歲以下是不用錢的 所以他四歲不用錢 有動物園的票 然後跟來回的票 他就是一個套票桌 我們一出地鐵站的旁邊 我們一出地鐵站的旁邊就到了 一部動物園滿多 所以他有私人跟私人就直接走進去 我們要去看動物了 耶~~ 走 誰要喝QOO 有種果 這真好喝 他們不懂這個梗 這是爸爸小時候最紅的飲料耶 哇 進來他有小孩子要五百塊 因為那邊都是買套票 然後嬰兒的就是在這邊現場付錢就可以了 一進來就是貓咪耶 還有很多狗 我剛剛以為這個是人家帶來的 貓咪是要激發在這邊 結果這裡全都是他們展示的貓咪 好可愛喔 很多貓耶 這個是室內的園區 這是兔子嗎 他的屁股都是曬耶 好可愛喔 好大隻喔 兔子 好可愛喔 羽肉飛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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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日本小學生 好可愛喔 這個是倉鼠 這是倉鼠喔 這裡很讚耶 它上面都有折折的 不用怕下雨 我剛剛看到很酷 工作人員用那個 叫他們 因為他們有錢在水底 你剛剛問什麼 河馬是草食性動物嗎 沒有啊 牠會吃小孩 牠會吃小孩 跟河馬說哈嘍 好可愛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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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去拍他們 哈嘍 哈嘍 好可愛喔 安妮你有看到嗎 你說哈嘍 可以來這邊投100塊 有飼料跟紅蘿蔔 蔬菜可以選 然後我是選蔬菜類的 好可愛喔 欸這隻好可愛 有夠可愛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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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妹妹有跟他哈嘍嗎 好可愛喔 你讓他叫你 你看你看他叫你了 欸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的 這隻在睡覺 好可愛喔 哈嘍 那隻孤蘭在救孩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啊 掰掰 掰掰 到底是什麼 哈囉 好可愛喔 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走出來外面 終於逃過鳥區了 裡面我真的不行 我已經被你用到整個流汗了 我在流汗吧 這個可愛動物區可愛多了 我決定帶小廁跟妹妹去 然後Eric在這邊 因為他完全無法接受那些鳥 我覺得靠近牠們我就會瘋掉 所以現在就是有帶牠們去 然後牠在這邊 掰掰 再見 掰掰 現在走來另一區了 然後不知道是什麼 對 很大隻 那裡也有 那裡也有 哇 對不對 這是什麼 大灰狼 看不到是什麼 那個叫聲喔 現在要走去戶外區 耶 戶外區美鳥 對 戶外區美鳥 GO 好可愛的 你說不要養Hannah 你說不要養Hannah養這個嗎 謝謝喔 繼續走 剛剛投完飼料 要來養了 好可愛喔 哈囉 他會跟著你耶 你看 耶 有駱駝耶 來看一下 你們要跟駱駝 哈囉 駱駝 還有山羊 還有豬 他轉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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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這狼嗎 他一直走來走去 哈囉 美鳥有跟著哈囉嗎 有 獅子在叫耶 你有聽到獅子在叫嗎 好大聲喔 好大聲喔 有很多人可以做得到 但 拜拜 來了來了 打出來了 你們來吧 你看 你看 好近的 你看 哈囉 哈囉 下來了下來了 下來了 好多喔 哇 不要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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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爸跟我們玩捏捏 那裡沒有鳥咧 我們剛去看狗狗耶 我覺得這裡神戶的動物王國 大概可以排個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差不多 太短了那是因為你怕捏 或者可以不用排 我覺得你們如果不怕鳥 太長了 這裡沒有很大 裡面很大戶外的區域是你沒去到 但兩個小時就夠了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半年 太多了 他自己怕捏 最後我們就是在這邊拍完這個照 欸有夠可愛吧 前往下一站 好的 這一段就是我們的影片出了問題 所以完全沒有聲音 只能用我的配音來跟大家解說啦 這一段就是我們要前往六甲山的地方 然後首先要先去搭公車 要搭公車到六甲山 我覺得在日本搭公車其實不會很難 你把路線看清楚 地面看清楚 然後找清楚方向就可以了 這應該是我們在日本第二次搭公車 然後這一次是帶著三兄妹一起搭公車 也是兄妹日本公車的出體驗 他們覺得超級新奇的 那兄妹兩個就是一直看窗外 他們覺得很酷 然後還看到日本小學生大概三點多就放學了 他們超級無敵 羨慕的 就覺得哇 好好喔 他們上課 然後很快就可以下課回家了 然後又自己走回家 我覺得超級無敵可愛的 我們終於到了六甲山的路口 然後這裡就是可以搭很像小火車的地方 然後坐那個小火車攬車去山上 然後可以看風景 然後上面有兩條路線可以選 走進來這裡就有票口 然後來你們看一下這裡有兩條路線 有一個是油馬溫泉 一個是六甲山的路線 然後兩個路線是完全不一樣的 有一個是可以泡溫泉 一個是牧場 然後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我們當天去的時候 那個六甲山的那個牧場沒有開 所以我們就是選油馬溫泉的那條路線 然後這邊有A到I的景的點 然後每一個點你都可以下車可以去走看看 像我們從美田到神戶的時候 你們其實可以在美田的那裡買套票 它是車票公車票跟這個 纜車的門票是一起的 然後一整組這樣其實會比較便宜 但是因為我們那時候趕時間 我就沒有找到可以買套票的地方 所以我們來這邊是分開買的 直接就是從這邊買纜車的門票 坐去山上 但大家其實會比較貴 但是沒關係因為都來了 所以就是一定要買的一定要做看看的對吧 你們看這兩張就是門票 就可以拿著這個票去搭纜車去山上 然後因為時間還沒到 所以要在旁邊等 他開我們才可以上去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這邊等時間 哥哥很開心要去搭纜車 小妮也很開心 然後這位大姐在那邊 我不敢搭我不想要搭纜車 你看他在那邊哭 他不敢搭纜車 就是他會怕高所以就是要安撫他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搭這個小纜車 一個一個的階梯 爸爸很辛苦 要這樣搬搬搬搬搬搬上去上面 然後這個我們是選就是沒有窗戶的 在這一節車廂 後面的車廂 然後前面的車廂它是封閉式的 有兩節車廂可以選 我們做這個車廂 他就是會吹到外面的風 然後可以看外面的風景 然後他是會整個這樣往上慢慢的走上去 我覺得超級無敵酷 我就是為了這個纜車來守護的 這一位大姐又在哭了 妹妹我不要坐纜車 我會怕高 會不會滑下來 妹妹 他就是一整路都一直這樣跟我講 因為他比較膽小比較怕高 所以我們就是要一直去安撫他 跟他講就是喔不會啊 這裡不會很恐怖 也不會掉下去啊 什麼什麼的 就是要去安慰他就對了 已經出發了 小妮超級無敵可 快樂一直在笑 然後就是這樣 他就是因為我們坐在下面的車廂 然後還是往上的 然後就會慢慢的這樣 慢慢的往上 往上 外面這個是沒有玻璃的 所以就是會吹風進來 會蠻涼的 然後又可以看到風景 我覺得很漂亮 你們看 就是這裡 外面的風景超美 然後 後面那位又在哭了 你看超酷的 我覺得這裡真的很讚 可以來體驗 然後你看二姐又在那邊 很害怕 媽媽會不會掉下去 你看外面 超涼的 這裡我覺得不錯 然後他就這樣 慢慢的往上開 往上開 往上開 然後開到上面去 就是要換搭 就是真的是 懶車的部分 因為我們應該是已經算 暑假尾端來了 然後又是平日 所以冷氣是很少 你看我們這間車廂 才有我們這五個人 然後我們又比較晚到 二姐哥哥保護你不怕 你會怕嗎 二姐怎麼抓那麼緊 大家看我們剛從這邊 這樣上來 上來這裡就有一個巴士可以搭 哪裡 哇 我們剛剛就是從下面上來的 這裡風景超美 對不對 對 我們搭完那個小火車 齁 出來就是要搭公車 我們剛剛 白跑了一趟 對 裡面的那個 那個什麼 設施幾乎都關了 對 所以我們就想說不要花錢進去 對 他剩一些 什麼盪鞦韆 小溜滑梯 跟一些 小朋友的 對 滑草皮可以玩 但我們是要玩一些什麼 小側想玩那個 吊鋼索 或者那些比較 刺激的都美了 然後 而且他的一個大人要三千日幣 我們就想說我們 應該就沒有要玩這些 我們就直接去更山上的 我們現在在R06 就是這個公園 然後我們再搭兩站 就到三頂石 我們現在又搭了 公車到了 最後一站 六甲三頂石 對 坐這個纜車 GO 也太可愛了吧 只有一台人 所以我們是一起的 我們包車 很恐怖 不會恐怖啊 你看就是這樣慢慢的啊 你看風景很漂亮 很快就到囉 等一下他要做很酷 哇 不要再拆了 你看很漂亮耶 你看很漂亮耶 五到一百 五到一百 我不會數啊 不要騙我 你不會數喔 那你數到五十 你說五十 你看這個很慢啊 媽媽我都沒坐過纜車 你沒坐過纜車嗎 這個風景很漂亮 這是很感冒的流行嗎 還是叫我出門 那怎麼了 哇 你看很美 那你害怕嗎 二 一 五 其實我覺得沒有很可怕 之前是外門做的那個 在那邊放在那裡 而且這個很慢 很悠閒 會很可怕嗎 很慢 你會怕怕嗎 其實我的手在流汗很恐怖 真的很高 但我原本現在有很穩上去高高 可是因為可能這個很慢嘛 所以我好像聽不懂 所以我覺得很高 但其實真的很高 超高 超級高 大概有感覺五十樓 有 真的有 哥哥 很恐怖耶 你不會怕喔 不會啊 怎麼了你會怕喔 會喔 等一下要在高的地方 不會 它會慢慢下降 再給大家看 很漂亮 好恐怖 不會不會 不會 登登 到了油馬溫泉室 但是 我們一出來逛完沒多久又要回去了 對 因為最後一般是五點半 那如果有要泡溫泉的人再來 我們來的時間不夠多 我們就沒有到處走走晃晃了 對 另外一條方向它好像可以比較晚下 但是它是可以看百萬夜景的 可是我們沒有選那一條 來這邊拍拍照然後就可以回去了 我覺得除了就是 來泡溫泉 還有就是那個過程吧 那個兩側過程很高 然後風景滿漂亮 但據告真的可能真的會很害怕 那我們就要回去了 耶 我們現在在幹嘛 搭公車 然後我們要去吃飯了 對 要去吃過 我們現在要去吃飯 然後這邊的房子都好漂亮喔 就是像你喜歡貓溫泉一樣 我喜歡就是 我覺得這邊的這種平房都超可愛的 就樓下停車然後樓上就客廳房間 好想要住在這種地方 現在要去吃一間牛排 是誰吃過的 Black Pink Black Pink 是Janny要去了嗎 我本人 我們從地鐵站大概走了十分鐘 來到大龍 對它叫大龍結板燒 它真的Black Pink有來嗎 應該有 怎麼坐鎮 我們進去看 如果Black Pink沒有來 我們就會生氣 來這裡一定要吃這個整戶牛排 我剛剛看你的背後啊 滿滿全都是 有來吃過的藝人 有Black Pink嗎 有我剛剛有找到Black Pink 我等一下帶大家看 Black Pink好像太陽一起來 對 然後每一桌都有這個鐵板 我覺得很酷 很喜歡這種很復古正宗 感覺當地人才會來吃的那種 而且我跟你說我們超幸運 因為這裡可以預訂 而且聽說都會定 可是可能現在是平日加上已經開學了 所以就是我們不用定就有微爐嗎 我們先來吃看看神戶大龍鐵板燒 然後看有沒有推薦大家來吃 怎麼樣這個肉跟海膽 很好吃 我覺得吃到整個很新鮮的肉跟海味 海味喔 就是它的海膽就是在海很新鮮 然後上面還有龍子醬 這是超讚 一個三百可以吃三個吧 一個就夠了 不可以浪費一點 這個都要吃吃 甜一甜甜一甜 這個生牛肉很好吃 它就是有它比較紮實 比較嚼勁的地方 目前吃到的都好好吃喔 這是蔬菜吧 老闆娘來幫我們把這個煎小一點 這些是海鮮 海鮮 然後都很新鮮 好好吃喔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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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戶牛排 它看起來超讚 這個也是兩百克的牛排 差不多兩千二台幣 好好吃喔 欸那個一咬下去那一口汁 那個雞噴豬啊 你說什麼 吃很多 吃很多對不對 然後它有肥有瘦 然後吃下去那個油 它整個化在你的嘴巴 欸嚇到我第一次吃神戶牛排 欸BreadPink真的懂吃喔 難怪滿滿都是意 然後它旁邊有這個蔬菜 菇類然後炒菜 然後就是一個褲菜 很好吃 很好吃 很誇張 太厲害了 對 我一定要來 這家厲害吧 這家很讚 然後我好喜歡吃它的 炒海鮮 它的 章魚餃是一大隻章魚餃 啊 超Q 超Q 很像在海裡 好好吃喔 大家一定要來吃 但是 我們就是碰運氣來 對 大家可以查看看定位 我們吃完了 耶 好吃 好吃 我覺得很值得來 我們花了兩萬三千三百日幣 大概 我覺得這樣很划算的 因為我們吃到神戶牛排 我覺得這很值得 有來大阪的人 可以特別來神戶外 然後順便來吃 對 好吃 最後一天 我們已經把行李全部剛剛放到大廳了 對 最後倒數六個小時到七個小時 對 我們先來一攬吃個拉麵 我們來吃日本麵 我們來吃什麼 拉麵 你喜歡吃拉麵嗎 你喜歡日本嗎 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開始吃拉麵給大家看囉 我們吃飽飯 我們就來對面的 一動很大動 等著走 很像 很像 Bic Camera 一整排全都是扭蛋 然後還有一堆玩具 這是最後一天 給小孩的一個小行程 來 兄妹挑到什麼玩具 蓋比 蓋比喵 阿你咧 樂高 阿你也有玩具了 欸這裡 你要買那個 羊小雞的扭蛋 你去看啊 你想買那個扭蛋 就是羊小雞的 羊小雞的 結果全部一個都沒有 一個都大缺貨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結帳了 剛剛買了一些 Switch可以玩的東西 這個把手超可愛耶 這個超可愛的耶 還買了馬力歐賽車 跟超級馬力歐 買到大包小包 然後跟那個嬰兒推車的掛鉤也被 這些掛斷了 我們現在要去搭摩天輪 就是可能是我們最後一個行程了 對 哇 我們看到摩天輪了 我們要去搭摩天輪了 耶 這個人通通念到尾 我不想搭摩天輪 五歲以上都要票 對 然後我們就買了三張 我們現在要去搭了 耶 GOGO 我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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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玩喔 裡面是有冷氣的 很涼耶 但是我還是不夠 還是要吹一下 但是我要跟爸爸拍照耶 我們要自己坐喔 安妮看風景 我們要自己坐 耶 二姐不會怕的對不對 安妮 好可愛喔 二姐會怕的嗎 會怕的嗎 你不是不怕嗎 安妮一下 好可愛喔 我們在塞東西 怎麼 全滿 我們什麼藥裝都買很少 零食都沒買耶 因為我們幫我們買衣服吧 對呀這次衣服買很多耶 要飛機囉 我們行李 一二三四五 五件 還有一個推車 每樣幾乎都二十公斤 對啊 到底 我們發機場了 開心嗎 開心 開心 開心喔 那你留在這 拜拜 趕飛機 經過 跋山涉水 我們已經到 我們要過去 關西西場的 列車了 回台灣了 有人很開心 要回台灣了嗎 誰明天要去上課 也要去上課嗎 要 那我們等一下就坐飛機囉 GO 我們剛剛是三個二十一公斤 總共八十 然後現在我們每個人都有七公斤的隨身行李 所以我們總共有一百零幾公斤要回去 我們直接裝好裝滿 我們要回台灣了 咪咪咪咪要回家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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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休息一下 我們到台灣了 現在拿了一堆行李 要去包車 好想念台灣的空氣喔 沒有耶 我們今天回家意又交給旅婦 哈囉 我們交給旅婦真的很輕鬆 我們一堆行李給司機大哥幫我們疊好 然後我們就直接上車睡覺 旅婦的優惠資訊一樣放在資訊欄 大家有需要出國包車都可以找他們 不管國內國外都可以找旅婦 沒錯 二姐 我們現在要回哪裡 台灣 回家意 上車 回家意 家意界 我們這趟出國行程 有沒有很讚 讚 那我們期待我們下次還可以出國玩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 分享 可以請小鈴鐺訂閱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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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